又是美好的周一,让身体充满满满的正能量,还记得前两天刚曝光的超原违法案例吗? 百日安全行动,说孩子我这么严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看到就特别生气。 而正在进行的百日安全行动,钟民警还查到了更多关于超原的违法行为,来我们往下看五座车坐了十一人民警,五座车能拉十一个人吗?驾驶人着急上工地那头,开年会吗?民警,那跟五座车拉十一个人没关系啊,驾驶人我知道知法犯法,满不在乎,上我们一起来看视频,看到视频里还在笑的乘客们,小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 又一辆超原面包车视频里,这一幕,发生在12月21日的小店高速口民警,发现了这辆底盘叫沉,落座人员叫密集的面包车打开门一看真的是厉害。 那该车核在9人实在12人帮帮忙吗?无独有偶,又有一辆超原车辆被抓的正招时间。 12月21日17时,地点7矿街和龙湾三差口,没错你没看错,该车核在7人,实在13人超原,净达50%以上。 属鼠有话说,超原车辆超出其何再重量,增加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的不稳定性,使得车辆惯性加大,制动距离加长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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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